一百多年前,西方的植物采集者来到台湾采集植物 关于植物标本的采集制作 已经发展成一套完备而严谨的工作流程 现代的标本采集者 出外采集时多半沿着林道 采集有花、有果的植物 如果是有目标的采集特定物种 则会在行前研究目标物种的生育地 以及开花结果期 然后在适当的季节前往采集 采集回来的标本得经过繁复的处理过程 首先修剪成适当大小 以纸板固定标本 记录花、果、树叶的形状颜色 让后来的研究者能够确实了解 标本新鲜时的圆形圆色 然后将标本送入烘干设备 以低温烘制三到四天 在经杀菌处理后 固定在无酸值上进行典材 台湾植物的多样性 就这么被收入标本馆内 提供世世代代学者研究 建议窥看台湾植物的神秘天机 经过百年以上的调查研究 人们更能体会台湾的植物多样丰富 确实是上天赐予 无可取代的绿色奇迹 未经许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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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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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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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社区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神秘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每年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